解密神乡刘伯温假死之谜 有证史记载刘伯温是被胡维雍被要毒死的,而背后主谋便是朱元璋,但历史的惊天真相却是,刘伯温驻朱元璋打下江山后并不贪恋权贵,便知归隐,但同时需要驻朱元璋做最后一件大事,为保大名江山代代相传而铲除一击,将他所忌讳的人一网打尽。 于是与朱元璋上演了一场假死的今天历史假案。 刘伯温接受了胡维雍的药之后,迅速逃回老家,并告知子孙安排好一切,自己则偷偷归隐了很多年前就选好的一处风水极佳的宝地归隐,相传是现在福建省浦县境内,离老家青天县100公里左右,子孙宣布刘伯温死亡,大做丧事,复告天下。 你对于解密神乡刘伯温假死之谜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,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 这样一来刘伯温的死,末有朝中官员会再来烦扰刘氏一家,朱元璋也不会对他再有杀心,而朱元璋又借胡维雍害死刘伯温铲除朝中最后击个威胁,永保明朝江山代代相传。 此所谓,神机安后名传千古,假死护主忠诚万代。 一代神乡刘伯温。 刘伯温假死的论据是。 一,刘伯温必须死的原因。 一,历史都必须这样,开国大臣基本无善终。 二,刘伯温是一个神人,前算五百年,后算五百年,他不死,朱元璋难保心安。 三,刘伯温即便是回归老家依然还是有很多官员,很多势力来找他巴结他,很容易形成一股势力,久而久之会对朱元璋后代造成威胁。 二,刘伯温为什么要假死。 一,假死是刘伯温自己策划的,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假死,要么真死。 二,假死可以保住自己的明洁,并安静地一养天年,命理学界所公认的最高著作《抵天水》就是在假死归隐野茶林后所著。 三,假死可以保全家人并造福子孙。 一旦假死,朝廷不再会给家人治罪,反而会善待刘氏一家,并且作为开国丞相的后人,会一直享受刘伯温的荣享。 四,假死可以帮助朱元璋明正言顺,有法有度地除掉明朝的威胁。 其中第四点是朱元璋愿意一起导演这出历史骗局的最重要原因。 三,为什么刘伯温莫有真死。 一,刘伯温神机妙算,写出烧饼歌,前算五百年,后算五百年,相传比诸葛亮还厉害,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不会不知道的死法呢? 他不贪恋权为何富贵,自然早已想出保全性命和明洁的颁发。 二,刘伯温退归老家之时,闭门谢客,莫人能陷到他本人,非常蹊跷,其实是已经选好自己再次进京假死之后的归隐地,并且搭建了住所,遗址在福建普县观音尖山岭区域,这里是武夷山群的游龙系珠的龙珠之气的风水宝地,从武夷山东北下来到西南山路的时候形成了青龙白虎。 后面群山万马奔腾是从中国南龙龙脉延伸过来,两侧的山一个青龙,一个白虎,正好像一个卧在那里的龙,就像游龙系水一样,也可以说游龙系珠,这个珠就在普县境内的观音尖等山头。 山形成了龙的飞跃状态,而这个珠则精妙无比,正处北纬三十七度,高山峻岭,常年恒温,此山又遍布千年野生极品茶树,鸟雕鼠镯,天然生长,采天地之灵气,西日月之精华,此处灵气回旋,茶叶附着百草香,刘伯温每日饮此地野茶,或者神仙般的日子,据当地人称活到一百二十多岁归天。 三,刘伯温与胡维雍满有过节,当年刘伯温与朱元璋论相之时,曾将胡维雍比做成小马,预期其实是不能担当丞相之重任,这样就导致了胡维雍怀恨在心。 当年胡维雍协一往后,刘姬自己是深有警觉的,因为黄鼠狼给姬拜年,刘伯温怎么会不知道防范呢?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断定,刘伯温并没有喝下那药,而是假装喝了病发,然后以此为名迅速回乡安排后面的好戏。 四,如果朱元璋真要自要堵死刘伯温,刘伯温是不可能可以离开的,至少胡维雍也没那么轻易地让他走,而刘伯温离开显得那么轻松,并且感觉回乡是一路绿灯通行,都像是朱元璋刻意安排一样。 五,刘伯温假死的真相至少在明朝是不能被公开的,以至于在整个历史长河被慢慢淹没,但是刘伯温隐居之地普现,则是六百多年来。 当地山民,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,刘伯温隐居归隐的住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以迷信的名义捣毁,但是刘伯温所在的山岭和野生茶园却保留了下来,相传这里的极品野生茶上附着了刘伯温的仙气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你的收看。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下部影片预告。此人不死,美伐不会失败,诸葛亮却对刘伯说,他能力太强,杀了吧。